《环球时报》记者郭月干,编者案,10年前的12月26日,由中国海军当时最先进驱逐渐武汉舰,海口舰一集综合补给舰微珊瑚舰组成的护航编队,同三亚某京港基地接来。 拨护陌生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中国首次护航行动时,已有16个国家的海军,在那里联合行逻。 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华盛多邮报等西方媒体当时报道说,中国军舰赴亚丁湾施出有名,这是中国向蓝水海军迈出决定性一步。 十年来,中国海军官兵在这一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完成一次六一次零的突破,开启中国海军从黄水驶向蓝水的航程。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护航新力者及相关专家,梳理十年护航为中国海军离开的发展之路。 2010年11月20日上午11时,中远公司泰安口轮遭一艘海盗母船和让艘快艇攻击,四名海盗登船。 21名船员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后,全部撤置安全航,等待救援。 正在执行第七批护航任务的徐州舰,展开了首次无力营救伤船行动。 徐州舰接到救援命令后,全速赶往事发海域。 4日凌晨1时40分,泰安口轮被雷达发现,前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随即,直升机起飞,在泰安口轮的安全距离,进行盘旋、侦察、喊话。 舰艇用探照灯,对舱面进行照射,同时发射闪光弹,爆震弹进行警告。 兴善级同意,开始登船进行无力营救。 9时53分,经过紧张的战斗搜索,特战队员却定登上泰安口轮的海盗,已经全部逃离。 21名船员,全部安全获救。 时隔多年,时任徐州舰的一位舰长和《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仍很激动,并提到这是一次在美舰近距离挑剔的目光下组织的武力解救行动。 当徐州舰抵达事发海域之际,已有一艘美国军舰在附近游里,美军用国际通用频道,对徐州舰通报信息不清楚海盗是否还在船上。 在徐州舰实施解救的过程中,美舰一直都在旁边看着,看中国海军在解救行动中,表现是否专业。 这位曾身处护航一线的中国军人很自豪地说,徐州舰在战斗状态中,面对时武器中被劫持上船的海盗,在兵力利用,突击方向,以及时间选择上都有比较周全的考虑。 创造了首次持人千里,接护遭海盗袭击传博,首次武力营救,遭海盗登传袭击传博,首次为撤离我国驻海外受困人员传博实施护航等多个灵的突破的徐州舰,也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等攻。 2011年春,当突然接到利比亚撤侨任务时,徐州舰正要靠港补给,带着奔赴陌生海域,讨厌装备性能,可能遭遇恐怖分子等挑战和未知因素。 徐州舰连续航行6周夜,经过曼德海峡,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在航程中还排除了毛巾故障,顺利完成任务。 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赴国外参与撤侨任务,每每提及都令国人无比自豪。 此后,中国海军还完成过同远门战乱地区,撤离中外公民的国际救助行动,先后5次安全,撤离16国897名公民。 参与过利比亚撤侨的徐州建军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一直强调检验积累,据他介绍。 每次护航编队在举行交接仪式时,前一批护航编队的指挥人,都要介绍出现的新特点,新情况。 护航期间采取具体行动的预案,实战都会记录,传承下来,不停地积累,更新。 就像在编写一本教科书,XV-1,资料图,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 环球网军事12月16日报道,基于乌克兰军方消息,当地时间,12月15日15时,乌克兰空军再次遭遇不测。 一架苏-27战斗机在日托尼尔州将落实坠毁,飞行员当场死亡。 报道称,乌军总参谋部在原书上写道,2018年12月15日15时左右,一架执行例行飞行任务的苏-27飞机在日托尼尔州着陆时坠毁,飞行员丧生。 有关情况和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今年10月16日,乌克兰也曾发生一起苏-27战斗机坠毁事故。 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16日在其脸书也面上发布消息称,一架苏-27飞机在文尼查州失事,两名飞行员丧生。 其中一人是美国军人。 当时乌克兰和北约多国正在举行擎尔天空2018多国军演。 此次对机给该项演习,蒙上了一层阴影。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9日报道,英国脱欧已进入倒计时一百天,为尽量减小英国无协议脱欧给欧洲带来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已公布部分对应措施,涉及运输和海关,数据保护、气候政策以及金融产品当领域。 与此同时,英国准备拨款20亿英镑,并要派3500名军人待命,协助处理无协议脱欧可能产生的状况。 英国19日还公布了脱欧后,大幅收紧移民政策的建议书,将把建移民数量降至可持续的水平,欧盟公民将会和非欧盟公民获得相同的待遇,面对脱欧僵局。 英国商界人士批评称,证件人士只顾着内斗,所剩时间根本来不及应对无协议脱欧。 任务中,肖海生在检查ARP系统,10月30日射,新华社8,烟尾社,新华社宁波12月12日电梯,大国兵将肖海生,使志强军将新乡城。 新华社记者吴登峰,王东明,马其飞。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艘正在前行执行事业任务的国产清型潜艇,突然出现一次燃料泄漏,狭小的仓室里气体弥漫,如不进行紧急处理。 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正在执勤的技师果断判断出故障位置,戴上防洞手套,护目镜,拽开盖板从两米高的铁梯滑下,独自冲进烟雾区,准确命死数十个阀门中的一个,顺利排除了险情。 从发现异常到准确处置,他只用了十几秒钟。 这位以精湛的技术,保护了战略生命和新型装备安全的英雄,就是被立为海军AIP技术第一人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二级军事长,AIP系统计师肖海生。 新华社八,燕尾社,先行,海生,向海而生,出身于湖北农村普通家庭的肖海生,也许早就注定了未来岛海踏浪的生活。 1996年,肖海生应征入伍,来到潜艇部队。 虽然入伍前,肖海生对潜艇并没有太多了解,但对部队的热爱,以及成为一名潜艇兵的自豪,让肖海生义无反顾,走上了这条道路。 新兵训练时,我有机会到岸型部队去工作,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一定要上潜艇。 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肖海生成为国产某型潜艇动力部门的一名技术兵。 数年后,海军组舰手搜AIP潜艇接艇部队。 AIP是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的英文缩型,它能使常规潜艇水下潜航时间更长。 大大增强理性,这个潜艇和以往的潜艇不一样,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报名呢? 最终,经过重重选拔,肖海生成为首批接触AIP的海军机人。 当时,AIP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没有标准教材,没有实操经验。 面对困难,肖海生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刻苦的沿袭与实践。 我想去挑战下。 在学习的日子里,肖海生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记下了一本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借头,肖海生拿到了首艘AIP潜艇AIP系统计师的上岗证,成为海军AIP技术的先行者。 肖海生左二,利用训练间隙,为战友讲解AIP系统常见故障基础制方法。 2017年6月2日设,新华社8、韩林社,远行。 AIP系统在装备之初尚不成熟,被他的操作维护也缺乏教程、调练和经验。 这都对一线官兵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新型潜艇首次忍航弦行中,肖海生带领战友,确保了任务圆满完成。 此后,肖海生一直致力于摸索AIP系统的特点。 他编写的全聚AIP系统操作考核教材,把每一个发现的转动,每一个压力的观察的,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这本教材成为后续接种AIP潜艇部队的宝典,在肖海生在口袋里。 常背着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发现有什么问题,他就随手记下来,并想方设法寻找解决办法。 先对AIP系统某核心部件寿命有限的问题,肖海生尝试对关键结构进行改进。 配合厂加反复试验,最终始终被反抗维护周期大大延长,为提高作战效能和发展核心技术做出贡献。 一段时间,肖海生对淡水冷却水泵的噪音着了迷,经过向工业部门建议改良,一种低造音泵应运而生。 如今已配备至每艘ARP潜艇,22年军旅生涯,肖海生在海上的时间远待于在岸上的时间。 入伍以来,他两次荣例二等功,一次荣例三等功,其次获全军事官优秀人才奖,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守,全军岸军金物标兵和海军军事信念标兵,制定出数百部规章制度,操作流程和安全预案,还被并为海军潜艇学院的兼职教授。 肖海生所在潜艇,执行某重大任务,4月1日社,新华社8,燕尾社,同行,ARP系统,作为一项尖端技术,需要操作者有着高超的运用能力,而潜艇复杂的结构和环境,也对ARP系统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年来,肖海生把为海军潜艇部队培养相关技术人才,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人的作用终究有限,只有大家共同行行,才能使先进技术在潜艇部队生根发芽。 现在与肖海生在同一部队服役,同样担任ARP系统计师的周索小,就是肖海生在担任ARP系统计师之初培养的徒弟。 肖计师在专业方面,对我们要求很高,常带我们加班加点学习,往日的时光,周索小至今仍历历在目,气中求戏,许多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尤其是特别小的设备,他都要反复检验才能放心。 我带徒弟,肖同事时常讲,必须对这个系统的原理有很深的理解,对系统的操作要有条件反射式的认知。 但是,肖海生说,如果事故突然发生,是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的,在多年的教学训练中,肖海生摸索出一套肖式教学法,细致耐心和一排施教,是肖海生传承将心的独门秘籍。 肖海生不搞一刀切,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一样,接受能力也不同,文化基础好的可以先写理论,文化基础弱,或动手能力强的,那我就让他先动手尝试,先是做了再写理论。 他说,作为一名老兵,生活中的肖海生,总是多想一些,多说一些,多做一些。 在同事眼中,他更是好大哥,好战友,大国兵将,将心相承。 如今,肖海生也为海军潜艇部队,培养了数十名AIP技术骨干。 许多人都能独当一面,有的甚至成长为肖海生的部门领导。 在不同的站位上,为搭国众续的运行日约操劳。 美媒称,经过数月的推迟,美国空军即将发射首颗新一代全球定位系统GPF卫星,其设计更加精确、安全和多功能。 但美国政府审计人员说,由于卫星的新地面控制系统开发项目存在问题,因此宣传最多的一些功能要到2022年或更晚才能完全实现。 感谢观看